还是一起火警的消息 台东市中华路上的一家火锅店发生了火警 由于大火延烧电线 再加上店内放置的瓦斯罐 不断的传出爆炸声响 火势相当猛烈 事发当时火锅店的侧门已经打开 邻居怀疑有店员受困其中 警销是赶紧救人 消防车抵达的时候 火锅店已经被浓烟覆盖 猛烈的火蛇不断窜出 屋内的电线被大火烧得噼里啪啦作响 火警发生在早上七点多 台东市中华路一段一家火锅店 突然起火燃烧 于屋内有瓦斯钢瓶和瓦斯罐 现场不断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 附近的邻居在睡眠中被声场吵醒 吓得捂住耳朵赶紧逃出 消防律言利用撑开器 把铁卷门撑开一粒排烟 目击者指出是发当时火锅店的侧门是开的 邻居怀疑有些开门的电源受困在里头 半个小时之后火势扑灭 消防队员逐一搜索 并没有发现任何人 邻居指出这家火锅店 日前才发生了员工换瓦斯 导致气暴受伤 现在业务失火真的是迫不担心